我已经把女朋友带来了 你是不是可以和我谈谈合作的事了 故事 你这是在干什么 先生只是随意开个玩笑 这个故事还真把女朋友带来了 你没听说吗 故事企业快完蛋了 先生 我保证他还赶紧 他来一年 又是不让我碰 他是你无能吧 谁信啊 补的吧 先生若是不信 可以亲自试一试 分开我 你没有资格这样做 我要告你 整个都灵都是我的天下 你要如何告 他最近是什么人 现在你要是能走住这家夜总会 今晚我保证你 你是不是要把他走了 幸好他没有追来 月月月 她不是故事的秘书吗 她们什么时候 快手 看见哪一种生活 谁让他整天在我面前招生 这会儿应该被整的挺惨的 给我带你 谁以为你跑不来的 人在这里就要把我卖掉 为什么 既然你都看到了 别舍得老都在说面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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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醒 赶紧送他进去 相信他怎么玩 这里是 没走掉 还是被告回来了 你说 都连心你的天下 没关系 我伺候你 我主动伺候你 我会亲近所有 去抱回你 等着吧 我们这对狗男女 伺候 你真的会帮我吗 我 我只是敢确定一下 我说过的话 就一定会做的 伺候 我说过的话 就一定会做的 伺候 嘟 情人 为了那对狗男女 我失去我20多年的青柳 真的知道吗 我真正,啊 我已经没有欺负了 可是 别涉及挑战我的耐心 惹怒我 对你没什么好处 真的 我不愣了 我不愣了 现在才反抗 没用的 真的 我不愣了 我真的不愣了 同样的话 我不想做第二遍 以后 你做我的女 不要 救救你了 没人在我面前说话话 我说了 叫做 这女儿 居然在这种时候 给我冤过血呢 没有乐红 难道说 在这对狗男女面前 绝不能妥协 合同 先生 合同已经拟好了 请您过目 你要跟他签合同 这丫头 不会从中做给你 你这个骗子 你答应到她们一定是所有的呢 我答应的是 不会失败的 江亿上 可是你做完了 似乎还没有别跟我说的 原来他昨天晚上真的没有碰 太好了 怎么样 交易喊要不要继续 只要你说继续 那我就听你好像签字喊了 不要 实话 轮不到你呵护了 江鹏 送客 我妹妹 居然和这个男的 今晚的汉女继续 和我们没做完的事 你休想 你应该知道 我没有多少耐心 今晚你不来 那就等着在网上看到 我妹妹的照片了 到时候若是想不开 你就是个魔鬼 今晚我会让你见识一下 魔鬼真正的乐 我妹妹 她怎么会做是这样可怕的事 如果照片真的流出去 怎么办 今晚逃不得了 不能玩来一辈子 千万剧组 既然你规定我做这个交易 那就赶 地下 不要过来 先生 你老爷提前来动您了 知道了 那个女孩的 先生是说 昨天晚上带回来 那个女孩吗 她在先生走后没多久 就自己离开了 明天一早 把她的资料 给我交过来 是 这个女人 是真的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想走 做梦 好想逃走 可是 我不能让我妹妹受到伤害 你只要再踏出一步 我保证你妹妹的照片会在各大网站上疯传 要不要跟我打个赌 如果照片传出去 一晚上下载量低于百万次 我就把公司的百分之三十股权送给你 如何 百万次 我妹妹以后还能做什么 这个魔鬼 叫先生 我知道 那天你设置了很多钱 可是这件事情跟我妹妹无关 你能不能把相片接下来 我 站这么远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过来 喝酒 看来 你希望让你的妹妹来承担你的过错 也对不过是个同夫一母的妹妹 不要 我听话 只要 只要不要让自己下面流传出去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 我喝 继续 小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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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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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心了小鸣 太不做事 那个女人 和无数的男人滚过床带 天真的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 既然如此 今天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成人世界的真相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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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 我以为自己会死掉 可即使是活下来 自己身体 也已经不干净了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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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老子 and make my world light up when I was done 只要他删除照片 我们就两镜了 你饿吗 带你去吃饭 我不吃 你不吃 难道是因为左右 我喂的太饱了 你现在吃不下 那不如 我继续在床上 喂饱点 江先生 我 我已经让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东西了 你是不是要把我 这位妹妹的下面 不会外传 我有说过 要帮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言 我都被你已经 已经炸了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说话 我似乎真的没有说话 你陪我睡一样 我就帮你把你妹妹说片的事 拆平 你 吴小姐 你的记忆力不会差到这种程度吧 吴小姐 你的记忆力不会差到这种程度吧 吴小姐 你不要太过分 佳颜 你不要太过分 真这么疼你妹妹 舍不得受一点委屈 张先生 她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 我也会犯错 可以以后 以后我会当场好好坐着 求你 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太过分 昨晚 你很不错 她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这样怎么样 可不可以把你的条件做出来 如果让我还钱 二十亿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还钱 给我点时间 快去 快去我还能还得起 二十亿 你要怎么想办法 会如何 我给你几条路吧 当我的女人 直到 我腻了为止 当我的女人 直到 我腻了为止 不要 我死也不要 昨天 只是一个晚上而已 她都已经把我折腾成这样 如果每个晚上 你会你可死 想死还不容易 但你最好要想清楚 你死了之后 我心情大概会不怎么好 到时候 你的妹妹 和你的爸爸 张言 你这个人 你最好不要乱来 你应该知道 今天你打我一巴掌 你的家人 会有什么后果 你 你好好看个协议 一般人 绝对拿不到这个奖 一千万亿 他这个意思 我是不是还得对这个价格感恩戴德 那21根本不是我欠你的 你没有资格这么做 多名斯特法这个地方 你 你可以不还 只是要想想你的家人 你要我帮你 我才不会平白无故地损失20亿 我是个生意人 最近会做亏本生意 你要不还 我自然会让你家人还 你最好想清楚了 你要不还 我自然会让你家人还 你最好想清楚了 此因这件事 我不再插手 那些人爱做什么 与我无关 不要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就是了 还会不听话 还想打我吗 不会了 以后都不会了 我以后都听你的 口说无凭 你把协议下载 我立刻警告你协认了 把紫英的信息全上了 把消息封死 这下你可以放随了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变成了乖乖听话的万迪 我感动你 我打包我 说那是本贵会 还去不去上学 如果不去 今天就在这里 乖乖等我回来 不要去 Donna 我是不是该把被子给她 你怎么没冲衣服呀 你怎么没冲衣服呀 是 是 这早上给你要救了 既然都主动送上门了 那我一定好好想问 他 他不是想在这里 愣着干什么 我的时间很报复 剧本 最近要不要我看 要 没什么问题 我给你投资三个银 你们那些小脂肪 我一点都不敢生气 鸡崽烂 不让人看笑话 你们想办法让皇后一爱 当真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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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脸 我先出去了 将个字 想走 可我还没去够呢 预先收取一点投资的利息 不过分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拍电影 不好意思 你叫什么名字 吴云云 我是多人听财务 赵莫辰 总在那跟你说 预算好了 稍微取资金 有 他说以后 以后我 我拿我的身份证去取 身份证 嗯 你先走吧 等我一起吃个饭 我正好就去找他 是没问一下情况 有意义 给你眼里有一句话 和我的意义 听说你要拍电影 嗯 最近好多合作都够忙的了 你有时间拍电影 你很咸吗 你很咸吗 我刚碰到那女孩的 那女孩长得青春无比 我很好奇 跟这种青苹果谈恋爱 会有什么感觉 我的人 在我腻之前 别碰 我刚才真是你的人 不过 可别把他 留在身边太久 老爷子不喜欢 你身边出现一些重要的人 不重要 只不过他干净 暂时 还没有完你 你能不能透露一下 小美人在床上的表现 除了哭 什么都不会 这么直白 和别的男人 讨论自己的女人 在床上的表现 看来 他是真不在意 那我先走了 既然都来了 为什么不直接上去 走 你和他怎么认识的 怎么不说话 姜妍 我把你 他们 若是 若是他要求我在这里 不行 绝对不行 哎 你怎么了 你打断了我的好事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既然你来了 而我有兴趣 不如你来带着他 是我刚才想做的事 我不要 我才不要变成那样 江先生 你和他 和你一样 今晚我要陪他 你先回去说 江先生 你刚刚说 我可以去地医院玩 是真的吗 有空就来 营也经常来 可以一起 做个怕 爷爷那里回头去的时候 记得叫上我 我们一起去 我先走了 嗯 够了吧 可以放开我了吗 够了吧 可以放开我了吗 他走了 你才让我放开 会不会太矫小了些 你 怎么 还想看一眼 如果你不介意 不要 江先生 你去赞摸着我 不然你赞了我吧 你 爷爷你没事吧 不要 不要让你看到 不要 喂 你醒醒 喂 醒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